哈喽 大家好 又到了这个车主分享的时段 那今天我找来的这个车主啊 是之前也是蛮多朋友们都想看的这个一台车 那就是这个市场上蛮受欢迎的一台 SUV Mazda CX-5 了 我们先欢迎我们的这个车主 Mr.Five 哈喽 我是 Mr.Five So 五哥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为什么你会买这台车 OK 第一 我会买这台车 因为本身我是玩健身啦 所以我是不会选择那种比较低车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训练到比较上车很麻烦 所以我会选择高升车 然后第一个就是高升车 Family Car 啦 要去那里后面的 luggage 比较多可以放进去 然后有时 你知道马来西亚的 parking 有时要骑上那个 bump park 也是可以啦 所以我选择这些 SUV 啦 So 呃 因为我 login 的那个 range 在那边 SUV 没有几辆可以给我选择啦 So 我只想去看到 Renault 就好像 不是适合我的 character So 只有选择只是 Honda 和这个 CX-5 So Honda 就讲 那个绿水很好不错 我就去 try 啦 然后 try 哦 它是 1.5 啊 1.5 Turbo 对 但是就好像你一猛踩它才能来咯 听到那个声音很吵啊 CVT 啊 我觉得就不是我要的东西啊 就像你是属于豪华车就应该会比较宁静 然后带一点舒适和有一种速度感 所以就去试驾这个 CX-5 咯 是 2.0 然后到最后就选择 2.5 啊 那为什么会选择 2.5 啊 主要是因为那个利水啦 对 因为我本身比较注重利水啦 因为我之前是修车的嘛 所以有时试驾过那些顾客的车啊 SUV 或者是那些 Saloon 啊 那些 Carwater 车 就觉得如果是这个价钱 它应该有的利水是在那边啦 所以我觉得 2.0 对我来讲 比较 Under 所以我就选择 2.5 啊 你开这台车是开了多久啊 你买这台车 我买这台车 接近三年了 三年 嗯 像你这三年 你觉得这辆车整体的这个表现如何 你觉得 ok 吗 整体表现是不错啦 它没有给到我任何一些 好像他们讲 突然间驾下扫描在路边啊 这种情况就没有出现过啦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这种车 那你有没有对这辆车 有没有最满意的地方 就可能你喜欢它什么东西吗 其实我喜欢它是它的线条感 它的车头的那种 它的灯的整个眼神啊 然后比较立体感一点 所以我就是会选择它啦 因为它看到比较运动型嘛 然后在一些微改 或者是改装方面 它看到会比较特殊 比较 muscular 的感觉 所以严格来讲是 嗯 我要那辆车是属于我的character 有自己的一个个性 一个性格 对对对对 我去看车 有看Nissan啊 Nissan X-Ray就严格的讲是已经很老款了啦 它只是好像换一些东西 upgrade东西 就再来卖一些的 这辆车 它的frame在那边 然后里面 瘦瘦 不是什么 我个人觉得啦 然后就看Honda就 它是比较宽 但是里面 它的质感是比较plastic 就觉得很普通 然后我进去看CX-5 它有给你一种欧洲车的感觉 嗯 它的 它的dashport啊 你按下去那种皮质感是 很soft啊 很不错啊 然后它的门皮那些全部都是很高贵 嗯 变成我会去了解 会去特别去留意就是 因为了Mazda 这个CX-5 嗯 我甚至那些saloon car 全部都去研究它的门皮 会不会有一种 给你有一种 比较有 怎样讲啊 保护着你的那种感觉啊 就是那种比较舒服 然后看起来有比较奢华的一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找一找去SUV 没有一台车有这样的感觉 你讲除了在上一点的那种 宝马啊 那种不要讲啊 那种X-5它的grad 是已经是另外一个grad 如果你讲是比较200千里面的车叻 它是 在我买两年前的时候啊 甚至到现在的好啊 它是算是 可以讲是首选啊 嗯 因为里面的设计啊 是比较 欧洲货爱一点 给到你有一种 不再是有日本车的感觉 嗯 那我哥我有点好奇啦 因为你的身心是比较 比较 比较大致一点的 这样你觉得这台车的这个内部空间表现如何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有点挑剔 这辆CX-5 他讲里面稍微比较窄了一点 我自己驾 我觉得 OK 我 因为我经常我教课 这个我是freelance的 personal trainer 所以 有时我去到一个地方 我教了这个学生 例子我们讲啊 一点钟我教你 嗯 教到两点 然后两点就教他 那突然间没有来哦 所以我没有可能在gym那边睡觉嘛 所以有一点不好看嘛 所以我会经常在车睡觉 所以 对我的身心来或 是不是问题 我还可以睡到很舒服啦 当然 如果你讲要更舒服 就是直接升机去CX-9 那个 那个 那个更有 对 VVIP的感觉啦 是是是 这个我觉得OK 然后如果是说 架长 长足路 有时 我累了 我要睡觉我就后面睡咯 我太太就他家咯 所以我觉得还是OK啦 我不会觉得 宅还是什么 不会啦 除非你真的是那种 真的是很肥的那种肥老啦 这样你就真的是要选择比较宽一点的车 如果你讲是在 200千里面的车 你唯一是比较宽是CRB咯 因为它里面比较宽一点咯 你没有 就买了三年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辆车 有没有什么你比较不喜欢的地方 可能还是缺点之类的 你讲缺点啊 缺点就是 其实如果讲 马自达 日本是 你要讲挑剔它缺点 在这个价钱里面是没有缺点了 但是因为 CKD嘛 很多配备没有了 我们买的是 属于是 2nd batch啦 不是说啦 其实属于是 2017是属于第一 我们是买2018 所以是比较浅一点 所以我们买的时候 这个价钱 我们 compare 和Mazda Indonesia 他们有 前面有两张电动椅 有bore speaker 有360度的camera 又有HUD 有天窗 又有MRCC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 我们只有一张电动椅 我们没有HUD 没有bore speaker 没有天窗 没有MRCC 所以这些东西要 就要自己加 自己升级 对 变成 你讲不满意的地方 就是这边 就是说 有时我们上Youtube看 CX5 为什么 他们好像有这个 我们没有的 就好像 如果你比较挑剔的人 我又要去花钱去 去升级这个配备 如果是它有这个配备 真的是很不错 不过我相信当初 会有这样的一个setting 应该都是因为价钱的关系 对对是要清明化 是是是 不过现在升级版的 最新的这个CX5 都有一些 刚才你讲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 如果是我们讲 高级配备 2.5Turbo 它有HUD 它有两张电动椅 然后360度 那些都有 那些只有天窗没有 对对 还有MRCC 暂时还没有 它那一款要升级MRCC 它花钱不多 多少钱 我看2000多块 可以settle了 就是加那个module 对 那个radar 还有加那个晶片 因为那个晶片都要几百块 六七百块 如果我们讲买那种原装 不要买那种便宜的 是不是是2000多块 因为它的ABS Bomb 全部都已经是好了 我们如果我们要 我们要换买ABS Bomb 哦 你们还要换买ABS Bomb 对对对 如果你没有换ABS Bomb 它是不能stop and go 如果你换买ABS Bomb 它可以stop and go 而且Wishmeat就是说 我set 我跟着你的车 我完全不用驾 我停在那边 所以你停我就跟着停 你走我就跟着走 就是这样咯 如果是说那个没有 它只是跟着 跟着 跟着不了 就是会follow前面的车 对对 停你自己要break 如果是2.5Turbo那一款 这样你就不需要 它就已经是换了 对对 然后变成 它的meter 也不用去升级了 我们不同 我们如果要去改MRCC的话 我们还要升级 那个 对对对 对还有一个东西 它要加的是 它那个controller 它有一个button 啊就是那个 对 for MRCC的那个press button 这样子如果全部弄到来的话 升级啦 做这个MRCC的话 之前我们群里面呢 它们是 买到完搞定到来 整六千块 六千块 啊六千块 for我们 first page 这些车啦 因为什么都没有的嘛 如果你讲你是 2.2D车 它是digitalmeter 这样你就不用去买 那个meter 你可以省那个meter的钱咯 我们2.5NA 或者是2.0NA 这样你要连 meter的买买回来咯 不然你根本升级不到 你开这台车 有遇到什么问题 还是通病吗 这个 这个款式 ok如果你讲 这个款式的通病 就是它的耳朵 它的耳朵就是 突然间你要off 你要folding 那side mirror 它 它fold不完 fold不完 对它关不完 可能是管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然后你又在Android 在Android 它才关得完 那个是它的通病 所以那个是没问题的 你叫回去MASTA厂 你跟它讲 它还是会climb给你的 然后第二个通病就是说 尤其是下雨天过后 你过Bump 你的absorber会凹凹 这样的声音 是因为它的塑胶的问题 所以这个东西 因为我本身之前是维修 维修车行的修车员 所以我去看它们拆回出来 我看的是 就是原装它们安装的时候 它们会查一个薄薄的 所以当然是不会有声音 因为还是润滑 所以如果是说 你架了一段时间 大概是三万公里左右 有沙 有灰尘 进去 然后又下雨一天 你走时那水仿上去 变成它就没有润滑剂了 就有狗狗声了 所以你架回去原厂 它是帮你加一个塑胶下去 那个问题也是会解决 但是你架了几万 那塑胶一包 也是有声音速线 就是要 都是要回原厂 对 所以你讲两个通病 你问我只是这两个通病 所以 这个是我们第一 best 后期的是 absorber 它们会比较容易漏油 但是也是 under warranty 你就不用去怕它 但是一般上 好像玩车的人 当然是有问题就会升级 就会换另外一款式的absorber 这个 等一下我们再聊一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鞋 虽然很不同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对于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当然是说 因为 因为 我们 驾这款车 就会特别去留意这一款 这一款车的摧水站 像这一款车的forum的gathering 有一些人就比较 比较阴近 不要讲 他一点点东西就讲 但是对于我们大众的人来讲 其实它不是问题 所以好像有些人 他对车不到很了解 他驾车突然间 前面有一些鸟粪之类 中到bumper 这样它的sona sensor突然间想 他就想 为什么我的车一直想 然后他又没有真正去留意 然后又讲 我的车有这个问题 so doesn't make sense 对不对 so我就觉得这个 不是 因为我们 我本身我们参 一个车队 so 全部里面有700多个 MASTA的MEMBER 我们是大马沙群 so 前面我们只需乎在微信里面 有讨论一些问题 你车有什么问题啊 什么 有时有问题丢出来 就很多 这些前辈就跟他讲 这个这个问题 你去解决看 你误会看 变成我们就可以find up出来 其实 不是很大的问题 有些是人的 本身 他整理位 就讲啊这个又是问题 这个又是问题 so如果 如果讲今天我没有参 任何一个 一个 一个汽车的群里面 我只是一个人玩 你可能讲 我好彩啊 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啊 我可以讲 摩摩西啊 maybe 海里水 之类这样啊 so我就觉得 ok啦 因为我们 参这么多人 全部的问题 来来去去都是那几样 comments的 通病的东西 so MASTA没有什么 很大的问题出现给你啦 但我觉得在这方面 这个quality方面来讲 这个MASTA真的是 不错 很不错 even它现在是CKD都好啦 它是不错啦 它是不错啦 五哥啦 还有个问题我想问你 因为我每次看到 就是MASTA车主会 complain i-stop 这个功能啊 那你觉得这个 其实它是有什么问题吗 到底 i-stop的功能 其实它不是给你省油 它只是给你环保 日本人讲求的是环保 so i-stop 有一个不好 就是说 你的车的电池很快坏 对 一般上都是15个月 14个月它差不多就是找灯了的 它找灯了过后 它最多是给你走多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或者是两个星期左右 它就真的是 totally是start不到了的 哇 这样真的算很快笑哦 对 很多人就是买了车 比较熟悉就是说 你叫人家 plug in那个laptop 去disable掉那个i-stop啦 有的人就是上车就 unoff掉它咯 又再不然就是 有的人就拿一张纸塞着它 不要给它 不要给它开咯 我本身就不用 我本身就是把冷气的空调 开到18度 18度了吼 对 开到18度的话 你停车它是不会死活了的 哦 是啊 是直接disable掉它了的 但是你的风 你不用开着路由的人 怕冷的人 你就你的风开一号就好啦 这样就只是把温度调去 这个i-stop它就disable了 对 它就disable了 好像也是一个方法哦 你就不用每次 因为 by default是每次start车都要去 对 你手要去按 再不然就是说 你叫人家plug in 它也是要算你一个 250到300块的一个 电脑啦 一个电脑的那个费用嘛 所以如果是说 我不要给什么钱的话 你把它调到18度 settle掉这个问题 所以Mazda的车主们 这个偏方要记下来啊 那接下来就到 保养的这个部分了啦 所以你的车 是有多少年的这个free service 因为你是比较早期的 我们first page 买它们是给我们三年 或者是60千 whatever come first so 接下来它们买的是五年 或者是100千 so Mazda也是有offer 你加不懂多少钱 就extend那个warranty extend那个free service 给你想用的啦 so 这个很坎坷 我是拿到60千我就没有了 因为我 换的是 比较高档次的黑油 so even我给了那钱 进去它只是给我 semi-synthetic嘛 所以我觉得 不是很值得啦 所以我就没有继续拿 那个package啦 不过我听讲 现在Mazda是给hully 对对对 最新的这个 它们的offer 因为我就 用其他牌子的黑油 通常玩车的朋友们 都会有自己的一个 自己的一套 自己的一个更好的选择啦 因为通常原厂 我们都会觉得 还是不够 那个standard还不够啦 要再好一点的 不过我觉得 这也是一个重点 因为我要问你的 是这台车 它的这个保养费用是怎样 好像normal service 还有一些 可能它一些 周边的这些零件 OK 讲真Mazda 选择Mazda 当初我选择Mazda 是因为它的价钱 我afford得到 我afford得到 然后第二就是说 它是free service 所以你买这辆车 很多人说 free service 这样spec park 是不是free 它是free 它是free 你这个spec park 所以变成 如果你时间到 你要换黑油 你驾进去 什么你不用理 然后它就叫你去 waiting room 你要冲茶 然后就拿车 然后拿车签名 你什么 你都不用给钱 所以如果是说claims spec park 什么东西都好 你是完全不用给钱 是严格来讲 你车架进去 然后你就去休息室 你跟它讲什么问题 然后你休息室休息 你一分钱都不用给 变成 你可以省这边很多 这边省蛮多 因为我们讲同级车 Honda 每一次service 最少都七八百块 七八百 对 你不要忘记 这台是SUV 另外你讲 你外面自己spec park 店买那些黑油 Semi synthetic 一桶要多少钱 那个oil filter 多少钱 然后你给人家人工 什么多少钱 你最少你外面service 我们讲 如果你是 什么都精算 精心打 算到完的 你最少都要四百块 你才能settle 一次service 对 所以严格来讲 你free service 你无心中你可以省很多了 尤其是如果你常travel的话 一年跑 更何况如果你讲 你要进回原厂service 当然他们的level差 会比较高 所以你讲四百块 是没有可能的问题了 所以它肯定超过这个价钱 所以它包买给你 free 我觉得是很值得你去拥有它 不过你现在是没有free 是不是 我的已经是over warranty了 over那个free service 不是over warranty 对啊 我的free service 已经是expired了 OK 那你现在平均一次的 我们讲normal service 大概是多少钱 400多块左右 400多 你是在外面做的吗 因为我的是2.5 2.5它需要的是 5L的黑油 OK 所以5L的fullly synthetic 那边 加买oil filter 加买人工 差不多准400多左右 所以它是4L的 OK 好 那还有 比如说 牙油啊 还有一些可能 Spark plug 这些之类的 它的价钱是 应该都是跟其他人 OK OK我们讲 Spark plug它是跑Iridium Iridium 如果是讲 车厂它会赚你 都是1L 它大概是开你 100块到110块 所以4L大概是400多块 只是换我们讲 Spark plug 所以如果你讲 Air filter都是 40-50块左右 不会贵到那里去 然后你讲 那些 Aircon的 cabin filter 都是60多块左右 然后那个是 一年年多换一次 觉得是很合理 然后牙油是 我有换过 是300多块 我没有制作 没有 180 200块你咩 原装 原装 也OK啊 因为我有听过 就有听说 Mazda的这个 Spec part 这些东西 是会稍微比较高一点 可是听你这样的讲 我觉得还OK 对于之前 无可否认 你可以讲是比较贵 但是现在Mazda 是越来越 popular 它的价钱 你讲要很贵 到计算 那个service 是不会 但是如果你讲 body part 是会 如果是说你给人家 装了 换这些东西 所以 无可否认它的东西 会比较贵一点点 它贵过有一些车 大概是 一个15%到20% OK 这是for body part 对 好像我们讲 Tern Fender Magat 这些 那还有一些 就是好像wear and tear 就是除了刚才讲的 SPARP 好像brake P brake P 你讲原厂 我之前有去 我有去给拨过 原厂的前面的brake P 包安工 他们是算550 因为wear and tear 他们是不包warranty里面 对 所以我为什么去问他前面 因为当时是我后面的brake P 没有了 后面的brake P 对 然后接着要出生 就想 ok下去check啦 他应该warranty嘛 所以我才驾了3万km就中 3万就没有了 对 然后就 他就mechanics 你的brake P 吃了一边 奇怪 不是应该吃前面 不是吃后面的 所以就 没办法咯 就换咯 它是算450 然后就问 这样前面的大概多少钱 他就跟我讲前面是550 所以我觉得 这种车的价钱 是不会贵啦 差不多啦 因为它又是一辆SUV 我觉得还很贵 我很好奇 为什么你的后面的brake P 先玩 后面的brake P 很快玩 我们有Dinosquad 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的车群 群有多嘛 有问题就一起分享 一起去抓那个cake 因为它有autohull autohull就是说 我们停车 甚至在D挡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踩brake 它还是停在那边的 对 所以我们一直开着autohull 它的brake P一直夹着 如果你有留意到 你的车的晚上的时候 你有按autohull 你的后面的brake 是沼着的 哦 是啊 对 所以它是一直夹着在那边 所以你一踩油 它是摩擦才来放它 所以每一次摩擦过后 你就很快 好像如果你是经常进去 可以要塞车的地方啊 做工的啊 你一直采放采放 真的是很快 所以 3万就没有了 对 3万就没有了 变成我们Dinosquad 你是不是一直开autohull啊 是我 是我 所以我们知道 是autohull做过来 那讲完这个保养费用了 接下来我们就 问一下五哥 这个Mazda的after-sales service 您觉得它的表现怎样 它的after-sales service 所以我们讲Warranty那方面 真的是 不错啦 它不会说它推三推四啦 so far 如果我讲 我们在 因为我本身是 我们这里是KL嘛 KL是没有什么问题啦 真的是Clam方面没有问题 不是说我个人觉得 因为我们有车群 好像我朋友 他们家Dissert啊 他们的引擎 喷水之类啊 一家经营 因为它是跑了百出钱啦 百一千百二千 一进去真是一句都没有讲 就直接换那列引擎给你 然后就settle 你不用给钱 你不用给钱 对 然后我另外一个Member 也是我就是群友 他的Fillbomb也是有问题 他给他check了 不懂什么问题 然后讲 开始讲 维修费要9千多 然后到最后 也是不用给钱 哇 他也是跑了百多千 百多千 百多千照理来讲 应该是没有啊 对我们我们first space 所以是 他是给你 到一百千的varranty罢了嘛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Mazda 是比较 比较讲人情啦 可以通情啦 变成就算你跑了百出千 百一二千 他也是 真是关一链金给你过 还蛮不错的哦 嗯 不过你该讲的这些 像你该讲那个leaser 喷水啊 这个是一个通病吗 还是只是个案 这个是可以讲是一个通病啦 他也是讲一个通病啦 他是 我们find out出来的这个问题 是一般上是住那种山区的人才会中 如果是说你city drive啊 普通直路奔跑是不会有这个问题 山区是什么原因 好像 我们讲我们驾车上云顶啊 我讲本身我的车啦 因为我比较注重 我以前是修车的 然后我也喜欢玩改装车 嗯 然后之前我也是有跟那些Dato 啊 他们租我们 as a woman peed crew 跟他进去sepan修车的 所以你讲 对于改车这些东西啊 我会比较了解很多 嗯 所以我本身我 我飞上山 就是说上云顶飞车啦 跟他们一般 试车这样驾上去 所以 Mazda 它也可以安装一个叫做AIO System 我们可以看电子数据 你的电子仪标 你的这个水温 Information 全部都在那边啊 你的screen那边是不是 变成我们一直飞上山的时候啊 它可以去到整 92飞到100度 但是你的 你的meter它显示只是 真爬在100度 你不懂它上下 你根本不懂啦 嗯 所以你上到顶 直接下来的话 它可以一下子 挂了两个弯 就剩下92度 是因为气压的问题 哦 但是NS 是比较耐操 是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那个DSA 会有喷水的问题就是 因为你看不到 如果你跑山区的 一直burst 一直burst 它就很快 就是上到山顶 比较高的时候 它就会有这个问题啦 对对对 哦 这样还好啦 就是讲你只要上山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点 注意那个reading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情况出现 严格来讲 你不是一直要跟人家burst 一直是race的人 是不会有这个问题出现啦 这直路 像我们讲City Drive 或者是说 你偶尔是说 我从这边要去秉城 去barrack 其实啊 这个是不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跑长途 怎样开都没有问题啦 数字架是没有问题的啦 对 最重要的是 它有给你warranty啦 你明白吗 如果你买了这台子 又贵 然后又有这个问题出现 然后又回来 你要自己给维修费 这样很多人都是不愿意 但是如果是它有这个问题出现 它还卡 它可以barrack 我觉得是ok啦 因为不是我们讲 因为我有几个members啊 他有这样的案例 进去glam真的是 没有第二季就glam给你 这方面是很容易做到的啦 对对对 你相比是好像其他牌子的那些汽车啊 它一定会推三推四啦 因为我之前都是维修车行的嘛 维修车行一定有一些这样的 推三推四的问题 竟然你来到有些warranty了啊 你改了一天东西啦 我不warranty你啦 你101千了啦 overwarranty warranty了啦 这样你要自己给啦 反而Mazda就不会了 它很大方 它真的是逆道而流 哈哈哈 那五哥你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这个车友群是什么 什么名字 我们这个车友群是大马杀群 CX5 大马杀群啊 对 杀鱼 ok 怎么会有一个大马在前面呢 大马是represent我们马来西亚 所以你们这个是一个国际的车友群吗 可以这样讲 可以这样讲 我们的 我们的 鼻祖是台湾 ok 但是我们属于是 分出来的一个 对 分区 我们是马来西亚的啦 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一个鲨鱼的logo 或者是一辆车 这是我们的车的sticker 你们的member 对啦 你们这个杀群就只是CX5 这款 对只是CX5 然后 全部都是会讲华语 或者是讲 其实我们是华人 为什么会成立这个club 因为之前是我们去某一些马来网站啊 那些CX5 有些人 你知道有问题吗 就问 有些人就 当然他不会 他就写华文 我的车有问题 什么什么什么 变成有一些人 那些keyboard warrior 就讲啊 这里是尊重 歌族 什么 你不要写华语 我们不会看 变成有的人就不敢 不敢po 不敢问 然后我们就find out 有这个 不是我啦 我们的 我前面的 members 他们比我更早期进了 这个问题就 不如我们成立 一个中文组 一个中文组 变成有问题 我们只是进来问 变成就从那时开始 就开始recruit member了咯 到目前我们有700多个members 700多个 对 都是CX5 对全部都是CX5 哇不错 所以如果你讲 大马沙圈里面 只有CX5 OK 所以如果你是CX5车主 或者是你想要买CX5 的话呢 我觉得你可以加入 这个群组啦 对对对 就可以问一些 关于CX5的这些information 我觉得应该蛮有帮助的 对 包括你要 买改装东西啊 或者是升级配备啊 或者是那些 你淘宝 你想买 你又不会买啊 我们群里面真的是 很多有这样的人 可以帮你 哇 很好 好羡慕你们哦 对对 所以好像我们改装东西啊 我本身我不大会去 上网去购买这些东西 所以我看到这个东西 没哦 我就screenshot 下来 然后就去我的 我的车群 车友里面的group chat 里面就问 这个 谁可以帮帮帮我带进来啊 可以帮帮帮啊 这样 后面很多啊 大哥愿意帮我们做这个东西 哇 一家人这样子啦 对对对 这个其实就是车友群 最美妙的地方 就是大家互相帮忙 甚至可能你 不是私生活泪 可能其他不是车的东西 需要帮助的时候 搞不好在车友群里面 都可以获得 对啊对啊 然后我们车友群的这个年龄 都不会分阶段啊 对 因为有的是40多岁 有的50多岁 有的20多岁 都是一个family啦 然后各行各业 所以真的是会认识更多不同的人 对对 OK很快的 遇到了这个节目的尾声 那在这里我们要感谢五哥 和我们分享这么多的故事啦 那我觉得 在这之前 我还有个最后一个问题要问 就是五哥 你对这台车满意吗 我相信你是很满意啦 算不错啦 算满意啦 因为它很多升级配 被改装问的东西都是很足够 很多 多到你会怀疑人生 因为一直出钱改一辆这样的车 值不值得 但是作为改装车的人 就是喜欢人家对你的车有回头率 对真的 而且这个是一个成就感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不是什么明星红人嘛 对我享受不到那种 人家去看那种回头率嘛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你自己想要的 自己爱的车改到这样美 有那种回头率 你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我觉得这方面的话 是展现自己个性的一个方式 对对对对 这辆车是属于什么样的character 是代表你 包括这辆车干不干净 是看你一个人 那好像我我本身是这样 如果是你一个人很肮脏 你上哈车也知道它是比较肮脏的 这种啦 是是是是 一辆车是代表一个人的 这个我们赞同的 一个character 接下来叻 就是这个特别环节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就这一台CX-5 哇很帅哦 所以五哥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你的车改了什么东西 我的车改了是进气 进气 进气就是 最基本的就是drop in filter 但是我的这个trotter body 是改大了的 trotter body 对 改大 为什么咧 你改大你才能吸气 吸气比较多 因为我们的车是已经是 high compression engine 它supposedly 是要更大的吸气 如果是你玩performance的人 你要玩加速力 你要加大你的扭力 你一定要 所以你是要为了更多的这个动力 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我选择彩车是 我就讲啦 character 所以他是有线条 运动性比较壮 所以我也改到 凶猛了 所以我要觉得 要配合凶猛的 muscular look 必须要有这样强壮的心脏 所以我就去改他的这个 这个trotter body 我before我改trotter body之前 就是先改这个 正常他们就换了sport rim 然后换了sport rim 觉得那个鲍鱼好像很小 空 就换大了 又换大过后 就哎呦 这辆车这么重了 spin不到了 只可以spin半圈罢了 就觉得很适合 然后觉得不够 然后就去找 看有什么方式去改 所以就我弟弟也是改 Honda 我就问他 这种车有什么东西 他就讲 有一个trotter body 比较适合我们2.5的啦 Honda 可以试下 它的plug and play 然后就plug and play 下去咯 当然有一些东西 要经过改装一点 所以改了下去觉得 哇 那个绿水回来了 甚至更猛了 OK 然后过后就开始 疯狂再改装咯 就改那个plug coin 换去 Audi R8的plug coin 然后比较大电 那个红色的plug coin 对 OK 改了是比电比较大 来到比较快 对 其实Mazda的低转 它是比较强一点 但是去到高转 它的电 它的voltage 就不可以去到很大 但是R8的 你越踩越大 它的电就越大 所以严格来讲 让你改R8的plug coin 它是在中尾 它给到你很足够 嗯 在前面其实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它跟Mazda原厂 是没有什么分别 是讲后面的时候 它再给你push多一点 对对对 这改版特别 首先我今天第一次听到 改total body 然后又改R8的plug coin 对 严格来讲 在Mazda 我们讲Mazda Malaysia 很少人就去改它的total body 因为一般上 他们玩车的就是 就是 换一个open port 就是我改的进气 嗯 其实真正的进气就是 你要改total body 嗯 所以如果你讲 你是2.0的车主 你要做升级的话 嗯 这样你就去买一个 2.5的total body 按下去咯 嗯 你完全什么东西 你都不用去换它 只是plug and play 嗯 像我们就是 属于是玩改装 嗯 改装就是要 升级再升级 对 所以我们就去换 那个口径更大 嗯 好像啊 原装2.0它的total body 是56.5mm的diameter 嗯 So 2.5是61mm的diameter 嗯 So如果你是说你 2.0换去 2.5你是增加了整 蛮多了 蛮多了 嗯 So如果是说你2.5你要去的话 你可以去到64mm加到3mm咯 嗯 我自己本身就很贪心了哈 我就改到RX8的total body 所以它是70mm的 70mm 对 So我的口径是大 你看60mm大整9啊 是 大很多哦 可是你这样子加的话 你需要周边那些 可能电板那些 也是需要再另外去做一些改装 它们的aftermarket for race的都是出到70mm最大的吸气嘛 嗯 So我想想一下 嗯 这样我要玩就玩比较maximum一点哈 嗯 这样就放70mm下去咯 嗯 放了70mm下去 然后觉得 滴水有了 你就一直疯狂去追求 哇 那个plug会升级比较 consistency 那个power一点 嗯 然后过后就觉得 嗯不够 就换买头端 嗯 换买中端 嗯 这样 排气啦 然后觉得 敏捷度又不是很足够的话 我就加多一个 Electronic Throttle Controller咯 就可以调掉 如果是说 遇到想跟人家race的时候 我就去开那些race 开它的油门啊 对 变成它就会敏捷咯 嗯 如果是说 你要斯文这样你就off掉它啦 嗯 像你这样子做一些 做这些升级啦 有没有影响到车子的一些 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 还是可能油耗啊 那些有影响啊 OK 你讲 好像我们 一般上很多人问啦 啊 Engine 灯会不会亮啊 对 这个是没有问题 绝对不会亮 嗯 啊 然后第二个你讲的 那个 那个油耗啦 嗯 我本身是肯定油耗量高 因为 我驾车是不到会斯文到那里 我看你的脚这样撞 我大概才到啦 脚很重 脚很重 OK 如果是我太太家呢 它可以驾到 接近 520530 满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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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 架持斯文嘛 它都是在100左右 它不会超过100 而我一起 一疯狂起来就是一直踩嘛 可是原装的2.5 N8啦 2.5N8啦 原装的那个油耗应该也是差不多嘛 原装的油耗都是在420 430 反正更少 嗯 420 430 所以你这样子改了过后 就提升到500多 对 以你泰泰的加法来讲啦 对 如果是说 Mazda还有一个功能哦 它的牙箱 你可以自己 menu去调整它 就是说你自己去reset它 你reset它了过后 它可以更省油 它是给你斯文夹 就好像 这辆车是完全新的 嗯 然后它重新run in 过 整个 就是习惯你的驾驶方式 对对对 然后就做一个最精准的这个tuning啦 对啦 嗯 变成你在 在啊 这些size的路段啊 你都可以 跑平均 差不多是一个liter 整11公里 嗯 嗯 如果是说 没有去做这种调教啊 2.5 都是在 7 或者是7.8 嗯 这个听起来蛮正常 7 7.8 蛮正常 改你讲改装过后 那个我就有吓到啦 原来改了过后 反而是更加的省油 而且我一直以来都觉得 Skyative 应该在动力的升级方面 应该是 空间不是很大 因为它本来都是 像你讲的 high compression 所以如果要再 扎出多一点的这个力 会比较 辛苦一点 但是我今天 听到了我改Total Body 也可以哦 对对对 那你现在 你知道你的车的这个output 大概是在多少 哦这样这个是 真的是还不懂 嗯 因为我 还没有完全 改完我要的东西 嗯 嗯 所以我就没有去做remap 嗯 所以你问我它的output 多少叻 真的是 我算不到 但是我有跟我们的车群 试过车 嗯 跟2.2原装的Diesel 2.2.4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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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是我可以抛它整2个车头到3 2个到3个车位 不是车头啊 是2个车身到3个车位 哇 甚至我的朋友他们是 2.2 OVD原装 也是一样抛你 OK 然后2.2 OVD的remap 也是一样抛你 哇 嗯 只有2.2 remap过后 你就没有这么容易抛它 它还有机会 它甚至可以超过我一个车身处 哦 OK 这样就是讲你的这个车的performance 那个性能啊 动力 所以数据方面是已经接近2.2的这个 remap的 remap是 如果你讲它的hp 我们讲hp 我相信应该是接近200hp 因为我的朋友他 有去remap 他remap它的数据是 200多hp 然后它的扭力是 420扭力 所以 问题是 扭力的数据是 我们根本想象不到 是 对不对 是是是 我们的ns是200多 没有可能我改一点东西就400多 但是 by race 我们by practical的话 04的话 我就是 拉你三个车位了 所以大家的top speed 都是一样 都是去到220的cut off 所以问题是 谁先去前面 是 主要是看那个线条 它的tuning是怎样 对对对 所以我的还没有做remap 如果我做了remap过后 我相信它还有这种 升级的空间 是很猛一下的哦 我没有想到2.5NA有这样大的一个潜力 对对对 它的潜力是算不错啦 当然它是没有真正的那种 日系改装车这么好 但是对于一台这样的车来的话 已经是很不错的玩意 已经是 真的是一辆SUV哦 对 它是1.6kg 1.6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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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kg 我也不太记得 但是它改了过后 它给到我要的敏捷度啦 那我觉得 讲到敏捷度 一方面也是因为 你把这个车改到这样底 你换了什么车脚来 OK我 这个车脚升级很简单 我只是换一套BC的 这个V1的这个adjustable而已 然后我的轮缸是 后面是9.5kg 前面是8.5kg OK 换多一下 嗯对 然后前面我的Dia 是放Law Profile 因为我比较喜欢 高速进弯之类啦 所以我是放45kg 的Dia Law Profile 硬身啦 变成我Corner 会比较稳一点 还没有完全改完啦 哦 接下来有计划的啦 对对对对 不过body kit方面 你也是有做了一些改变 是不是 我有看你家的body kit 我的body kit 改装是我 我喜欢DIY 因为我不喜欢 跟市场上人一样的东西 所以反正我买回来 我会经过自己改一点 然后补一点fiber 然后自己包一些carbon 然后看了就整体就不一样的感觉 我之前在某个群有些群友就问我 这个哪里买 有没有link给我 我讲没有 这个是我自己买回来 再各在做 哇都是自己来哦 对对对 我要有自己的 同格 对 自己的个性 因为我们懂Mazda 其实很多改装 把外观的部件啊 都可以从淘宝啊 这些之类的 其实我之前我买SUV 我没有想到改装 我是很好奇 我心想我买一辆SUV是 舒服开 舒服开 Family car而已 然后直到一进群 一些车友群过后 他们又share一些link 哇 这种车在淘宝这么多东西卖的吗 够力了 所以一旦朋友约出来喝茶聚会 就死了 就开始换了 第一个改装就是那个daylight 啊对 那我看到很多CX5有改这个 那换了那个daylight呢 就陆续来了 那padal shift啦 然后过后就看我朋友 换那个carbon bonnet 那我就换了 换了carbon bonnet 死了了 这个毒影真正的开始来了 然后就 他们讲换rim哦 我美啦 美咯 我换了rim过后 就开始问题出现了咯 那问题出现就是 那个美观 是因为 首先那个brake 就看了很厚 对那个brake看了很小力量 然后那个tire看了很高 看了好像很高 价格高很多吗 因为你换了大rim 对对对 变成就 就接下来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子 对 size up 做过头 对 那 可是我觉得 就是像你们这样啊 这个车友群其实也是有个好处 就是 你们有什么事情啊 你们可以互相帮忙 互相分享 分享那些资讯啊 好像有一些电脑的 突然间一些灯亮啊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我们很快就认识出那个问题出现 对 而且 这方面就是 少走了很多冤枉 然后第二就是 维修费那边 你不会说 好像 例如我们讲 一个电箱花多少钱啊 400多块 我们知道咯 变成不会说 你去到某些车厂 这个600块 700块 给人家汤咯 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车 你如果有车友群的话 你加入车友群的好处啦 你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 对对 然后 开拓你的视野啦 然后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车子 它的这个 所有的细节方面 你会懂更加多啦 对对 你更了解你自己的车 那 无可便宜 我还是要你评分一下啦 10分的话 你会给这两车评多分 呃 8.5 8.5 嗯 OK 在这里也要感谢五哥 愿意上我们的这个车主分享的节目啦 所以五哥我刚才听说 你是这个Personal Trainer 对对 所以想健身 想要把自己练到更加好看的朋友们 也是可以找五哥 好 想要买CX5的话 也可以找五哥 哈哈哈 没有啦 可以找他问就是 没有啦 就找车主做这些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找这个杀权的朋友们 就是问一下 那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 如果对这个CX5 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想要知道的 大家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解答 如果你是这个CX5车主 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也是可以在下方留言 和我们做做朋友啦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我又忘记了 每次都忘记讲 喜欢这些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所以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